都能写 你汉文的 你汉字话说的都正好 我查不能写 何苦的话 你为难我 我为难你 不是为难你们 不是为难你们 你就看出字 你就一字写不了 你要不为难我的话 你就你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名字 不是为难不为难的事 是吧 这是尊重自己母语的事 你宏伟这两个字 你就写不上吗 能写上 但是我就写嘛 如果我要说这宪法的问题 大的问题吧 咱一会儿再考虑 先把这笔要办了 完一会儿咱俩在 在闹上的宪法关于啥的 我告诉你我们的制度 不是不是 先把这笔要办了 你可以网上反应 可以就反应完了 但是这个 你们有领导 解决也不是在一分钟 两分钟能解决 我刚才已经反应了 但是不是一分钟 西洋联社 你们可以找猛 猛文专业的人 对呀 但是下一步 都是可以给你的意见 提到点 但是这公司要 我们得继续往下办了 你把汉 汉中母语了 麻烦你那个签一下吧 你带我签吧 你的名字我不能带你签 那他那对方的 对方的这个可以给你帮你写 但是这个名字 你这必须是自己 猛文证是我写的 这一键定就不出来了 不是吗 汉文给我带写吧 你给我带写吧 你这个名字 你自己写一下吧 我不写了吗 你这是猛文证 不行汉文 汉文的你给我带写吧 我别给你带写了 就是你这签这个 你自己 你自己签下我这两字 你反正 汉文说这么好的人的话 不可能看我怎么会写啊 你 你这话就错了 你知道吗 有些汉 汉族人汉族话说的挺好 但是不实字 你说这是咋结实 但是不敢 再使用实字 但是你记住了 所有的名字都自己写上了 就更像你们这年轻 比较果的 不可能写不上 不是写不上 但是关键是我 我用我母语写 这是我的权利 是吧 关于宪法的问题 咱俩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关于我们连事 能不能说提 签盲无字的问题 我都可以向上方反应 但是绝对不是一分钟 两分钟放完的事情 你看到后报 所有的客户 都等着你一个人 不能说 我就用你这个要十年八 来几万五 这是我的事吗 难道 难道我的事了 不是你的事了 这是因为 既然你提出 这就是我们业务上欠缺 但是我也得上年轻反应了